他的一個小的女兒竟然曾經同言同語的跟宇田講說 媽媽痛痛 但是爸爸都在打電動 他那時候其實已經身體狀況有問題的狀況下 還在過世前一個月 就是說他癌症已經復發 身體已經開始產生 不是的 他做什麼事情 接了六個業配 賺了將近快要一千萬千萬元以上 結果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他原本這些財產留下來 心心念念的是要照顧自己的遺孤 但這筆錢很有可能因為曾經的犯罪 最後通通被扣押 今天我們繼續要來看是 余天的女婿淪為詐騙的車手頭 他愛妻愛子人設大翻車 但今天余軒告訴我們 所有一切的背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原來走到了今天 我們之所以這麼訝異 嚇到下巴要掉下來 背後其實是余天家人 因為疼惜這個女兒 余怨琦他們隱忍 他們掩蓋營造出來的 幸福 假面的形象 今天居然傳出了這個成見 他們的女婿居然被狹小孩自重 對於岳父岳母 勤勒四千萬 哇 這是太誇張了吧 專哥你要講所托非人也好 你要講獄人不鼠也好 但大家不禁現在在想一個問題 會不會這個成見的問題 早就在余天家已經積蓄已久 而且大家只是隱而不發 而隨著這個案情的發展 檢測介入才一次到爆發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都是有徵兆的各位 曾經他們就講過 曾經甚至威脅過余天 拜託余天耶 余大哥竟然敢威脅他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說 拜託你如果對於這個小孩 有想法想要小孩的話 四千萬元交出來 獅子大開口 否則你就看不到你的孫子孫女 甚至拿這種小孩子的這種情緒勒索 都敢拿來對余天 所以你就講了 這個人是不是其實早就有問題 他的一個小的女兒 竟然曾經同言同語的跟余天講說 媽媽痛痛 但是爸爸都在打電動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李亞萍聽到這件事情 多心疼啊 當然知道出狀況了嘛 因為理論上來講 你對外是一個愛妻的好形象 你怎麼會讓你老婆在疼痛的時候 換言之竟然人還在客廳裡面 可能在自己玩這種 完全對他不理不睬 所以因此李亞萍還為了這件事情 大哭了三個小時 所以余天跟李亞萍 這中男爸中媽 心疼這個女兒 明明知道女婿的真相是這樣 不忍拆穿 因為畢竟公眾人物也有 他們的人設的壓力跟形象 結果一路幫這個女婿 一路維持這個假面 到今天我們才知道她的真面目啊 對沒有錯 而且甚至還離譜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余彥琦她 身患癌症 那癌症的時候都會有化療 化療的時候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 她有時候人是非常虛弱 連走路都有困難 所以她是不想要麻煩婆家 你知道嗎 所以她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搬出去住就好了 其實又想說至少我老公可以照顧我 結果沒想到就發生一件離譜的事情 也就是余彥琦她肚子餓了 也就是化療其實她有時候肚子餓了 結果沒有想到她就拜託她老公 也就是這個陳健去買東西 結果你知道買著買著 買到什麼時候才回來 半夜才出現 你媽現在身體重點虛弱 重點肚腰 你到底買到哪裡去了 對沒有錯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跟我 也等於是一個癌症的病患 然後在家裡非常虛弱 非常的無助 但是又愛面子 又不想麻煩爸爸媽媽 竟然等她老公餓肚子 一路餓到半夜 而且她多辛苦 餓肚子就算了 工作還得做 讓馬兒跑 又不讓馬兒吃草 為什麼 因為即便她那時候其實已經 身體狀況有問題的狀況下 還在過世前一個月 就是說她癌症已經復發 身體已經開始產生 不是的 她做什麼事情 接了六個業配 賺了將近快要1000萬 千萬元以上 結果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她原本這些財產留下來 心心念念的是要照顧自己的遺孤 不管是自己的兒子 不管是自己的女兒 但這一筆錢 很有可能因為陳健的犯罪 最後通通被扣押 所以這件事情 要不是因為陳健在那一天 在新北海三分局 給他人贓聚獲 起出那兩百萬 我們赫然知道 原來 原來有一天的女婿是車手頭 太顛覆她的人設 太顛覆大家 對於這個家庭的所有想像 還沒完 今天更多的內幕出來 原來 這個陳健當初 說是什麼 建商的小開啊 這個都不是 婚後其實 最用力的就是去趁余家 對沒有錯 因為首先第一個 這個陳健的人設完全崩壞 愛家好像崩壞 但隨著她是詐騙集團 車手頭這個消息出來 大家不禁開始在懷疑 不禁開始在好奇一件事情 會不會整場婚姻 都是她的一場局 為什麼會這樣講 都是詐騙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你看喔 一般來講 我的太太過世了 我是不是很哀痛 甚至大家講 不用像以前批麻戴笑 但至少你的內心是會哀妻的 她有個傷痛期 結果沒想到這個陳健不是 妻子過世之後她做什麼事情 全身穿名牌 爬哩爬哩 再到處外面到處跑 而且那個時候 她跟余天家的關係 已經交惡了 就是說余天跟她的太太李亞平 已經知道 這個人對我女兒不好 這個人會欺負我女兒 這個人不是一個善淚 她滿口都是謊言 結果沒有想到 她到處出去外面都說什麼 我是余天的特助 我是余天的女婿 開始拿余家的名號招搖撞片 甚至到什麼程度 平常感情不好 但是每次辦的活動 有名人來 有大場面 她通通都會出席 而余家為了面子 為了挽回 這個我們講 女兒最後一絲顏面 都還是冷氣吞聲 只好接受說 好吧 那我們大概就在公開場合 至少曬個一家恩愛 好 所以 雨萱我們今天看到了 成見的真實的這樣子 她可以 在她的愛妻 離癌過世之後 於怨期 沒辦法看著孩子長大之後 到死前 到過世之前 還努力的接業配 要給孩子信託教育基金 希望她能夠平安的長大 受最好的教育 結果你這個老爸 你居然嚇孩子自重說 阿公阿嬤要看母 拿四千萬來 不然我讓你見不到外孫 外孫女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人性 你怎麼去解釋 你回頭再來看 余家當然是全台灣響叮噹的 我們講的娛樂世家 這個大哥大 大姐大 阿公阿嬤在那個地方 端在那個地方 一定是矚目的焦點 你跑來蹭也就算了 原來這個婚姻一開始的開始 那一場看起來非常風光 幸福滿點的婚宴 也不是你們陳建佳出的錢 居然跟你講到一個美感 因為一般來講 他說他是建商小開對不對 其實余天他的名聲非常有名 但大家通常會做什麼 各辦 比如說婚禮的錢 籌備的錢 大家會想辦法說我出一半 你出一半嘛 沒錯 不然就是男方出嘛 其實按習俗 按常理來講 大家理解 這是男方的事嘛 對理解絕對是這樣子嘛 因為有時候比如說女方要辦 比如說歸寧宴 那是女方的事情對不對 但結果他沒想到現在揭露出來之後 當時做什麼事情 高達整場婚禮 砸了700萬元 結果我後來發現 通通都是誰出的錢 竟然都是余天出的錢 余家出的錢 包括洗餅啊 聘禮啊 各位 你知道這個事情多困難嗎 他等於說你來對不對 你吃我的飯 我就要你來飯店就好了 老了就好了 大家來祝賀 余天騰這個女兒 余願寺那個 拜託說我為了你這個女兒 我是把你當心肝寶貝 什麼事情反正我都幫你傳厚厚 但是各位這第二個是個警訊 會不會在當時這個南方 種種的怪異行徑 包括婚禮不出錢 包括全部一切都靠余家 其實早有跡象 而到後面爆發的時候 變成什麼 為時已晚 所以今天給大家看這條新聞 不敢在這個地方 不敢要兩個孩子 不敢余天跟李亞萍 為什麼 余天大哥也是見過大風大蠟的人 今天記得讓這個女兒 你回頭去看 她年輕的時候 她度過了多少人生的劫難 對 因為講到余天 坦白講 不只是她的這個女兒 其實她的兄弟 我們講也常常出一些狀況 就是說她的人生是很坎坷的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最近女兒 大家知道已經不幸辭世了 但是早在先前 包括她的兄弟 其中各位 曾經在1992年的時候 就發生一件事情 叫做神話KTV大火案 你說跟她 跟她這個三弟有什麼關係 當然有 因為那時候她的三弟 叫做余福隆 而余福隆那時候呢 結交一個妻子 那這個妻子呢 因為當時在鬧離婚 所以心情很不好 很無准 所以無准的時候為什麼 找朋友找兄弟 大家去外面喝喝悶酒 唱唱歌 結解悶 結果沒有想到 就是因為這個行為 剛好巧遇到 神話世界這個KTV 發生了酒後衝突 因為那時候有個問獎 那問獎呢 就是在喝完酒之後 開始大型 大型開始玩家 就最後我們弄成什麼事情 把瓦斯桶 抱著瓦斯桶 去那邊縱火 但本來縱火我只是想 謝憤吧 就我跟你有恩怨 但是卻倒霉的 波及到了裡面 所有唱歌的人 所以當時產生了 十六死這樣不幸的悲劇 沒有想到他的弟弟 三弟 瑜伏龍就是其中之一 聽到這個地方 一個任何人都 沒有想到 宇天大哥遇到的 還不只有這個悲劇 幾年之後 另外一個劫難又上門了 對 沒有錯 因為在隔了十二年之後 通常大家講的 發生這種不幸悲劇之後 都會特別珍惜家人 但是瑜天這個 為什麼講命運乖喘 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四弟 我們剛才聊的是三弟 他的四弟叫瑜伏欣 那時候發生了一個狀況 他在中國 那本來這樣帶來講 中國做生意沒什麼大不了 但偏偏他遇到一件事情 他走私毒品 因為大家知道 在中國走私毒品 他叫什麼 威依死刑 你沒有別的說 你遇碰到毒 你就得死 何況你是走私 結果呢 所以他在2006年的時候 就不幸的遭到了槍決 所以那時候呢 瑜伏其實也有想要救啊 他花了 也是掏進千金萬金 花了數百萬元 想要去搶救他這個弟弟 沒想到他的四弟 最後還是不幸的 沒辦法 就遭到了槍決 那個時候的父親還說什麼 要他這 不准掉一滴眼淚 你就知道 虞天雖然說 大家看到感情非常豐富 但對於這種家庭的不幸悲劇 實在是經歷了太多 虞天的女婿 居然傳出她擔任了 詐騙集團核心幹部 車手頭 當場被人贓拒貨 就這個現場 起出了兩百萬在她的包包裡 而且一度還傳出 她居然亮出了 余天辦公室特殊的名片 想要撇清罪行 哇余天文訓氣炸了 痛罵她無恥 大家就在想 欸 這個太太當時罹患癌症過世之後 新聞上 你是多麼顧家顧小孩的 好爸爸好丈夫 結果現在私底下 你這個才是私底下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我們台灣人 最偷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詐騙 所有的人幾乎都被詐騙集團 給炸過給騙過 給釣魚過 然後沒想到呢 竟然這個車手 後面的幹部 車手頭 竟然是余天女婿啊 Gary陳健 好 台山分局在辦一個案子 有一個老先生 六十五歲 在網路上面賴上面 被人家釣魚釣出來了 就說 我告訴你喔 投資理財啊 你把錢交給我 去投資 結果呢 你丟進去之後呢 六百五十萬 馬上變兩千多萬 他覺得很高興 他說好好好 那我要下車了 錢要不回來 要了半天 他才知道說 原來這些錢 都是被詐騙集團拿去了 去報案之後呢 一個抓一個 一個抓一個 最後呢 就在新北市板橋 抓到了這個車手頭 這個車手頭呢 就是余天的女婿 抓出來之後呢 他竟然疑似 拿出了一張照片 立委辦公室 特助 誰的立委辦公室 余天 大哥的立委的特助 他竟然告訴我 我是一個這個 立委的一個助理 我是一個正常人 我不可能來參與這個犯罪 結果呢 車上一搜 打開袋子 啪 兩百萬 兩百萬白花花的現金耶 然後呢 警察就說那你 你不是的話 那這個錢你交代一下 你平常車上 就隨時帶兩百萬嗎 他說我這是做什麼 虛米貨幣的 然後呢 沒有犯法 反正呢 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警察很硬氣 直接扣起來 帶回去 他不管他講的什麼 結果還是羈押了 公開包 今天已經給他收壓起來 兩個理由 第一個 他是車手頭 車手頭在這個 整個詐騙結段裡面 非常核心 我們等一下會告訴你 更多的內幕 第二 他可能有串陣滅陣之餘 把他扣起來了 我就問 那個人設大翻車 才是我們今天討論這一題 最shock的 我們來想一下 余天的女兒 其實余永奇那個時候呢 他得到了癌症 那得到癌症之後呢 第一次他有治療好 治療好之後呢 大家就看到這個畫面 他找到了他的真愛 他就說呢 Gary很包容他 他是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 我們可以看到Gary 他是陪他去治療 陪他去做所有的這些事情 真情 浪漫 這就是他之前的人設 結果呢 你在上電視的時候 你變成車手頭 在板橋的路上 直接被警方給壓制 然後還收出兩百萬 大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人設 怎麼崩壞得如此快速啊 好我們今天所有 大家聚焦這一題 都是因為他的岳父余天 那余天大哥 怎麼回應這件事 余天大哥呢 他就說不要臉 最痛恨詐騙集團 該關多久就關多久 然後呢余天大哥 也回頭去講了一件事情 喔沒怪喔 之前呢余淵琪跟他結婚的時候 他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呢他不告訴大家說 你到底做什麼工作 問問之後才說 我在自己媽媽的建設公司上班 可是呢 常常晚上不回家 然後余天打電話給余淵琪的時候說 奇怪 你老公怎麼沒有回來 你上班 你晚上是要上什麼班啊 你根本搞不清楚他在做什麼 所以現在回頭去想說 原來有這個狀況 那現在來說的話 余天大哥 他現在最想要的就是什麼事情 把他的孫子孫女給帶回來 因為他現在說找不到人啊 爸爸被羈押 然後呢打給他媽媽 他不是說他在媽媽的建設公司上班嗎 結果呢現在也不知道小朋友在哪裡 要趕快叫他的司機 趕快叫他親友去找到底小孩在哪裡 任何一個家庭經不起一次這樣的情況 余天大哥遇到這件事確實也辛苦 但今天呢 又被開始在討論說 不對了 前一陣子他不是參選 新北市黨部主委 民進黨部新北的主委 後來又退選了 對 那個退選的決定 現在大家前後一貫通起來 會不會你是知道女婿要出事 所以先退選呢 太太不準 李亞平不準 所以他就退了 可是那時候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前面才那麼硬 怎麼突然就Q了 怎麼突然就退回來了 然後呢 如果你要來宣布黨部 參選黨部主委 難道你在宣布之前 沒有跟李亞平講過嗎 沒有跟夫人跟太太講過嗎 怎麼會宣布了之後 突然退出來 那時候其實大家是搞不清的狀況 也不覺得 也覺得說很奇怪 就是這個轉折太唐突了 但是回頭來看 會不會是那個時候就知道 Gary可能 有問題 所以你那時候趕快先退回來 不然沒有這個風聲的話 他怎麼會突然之間 就退出這個主委的選舉 明明這是一則 娛樂新聞裡面的社會新聞 為什麼大家今天 把這則新聞 跟徐曉星掛上了線呢 其實那個時候 徐曉星 他的誰 他先生的姐姐 跟他老公 涉案 這個時候大家想說 哇很多人就開始 你一定有問題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是你大姑耶 你不是一家人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大夥想說 好啊 那余天的女婿 欸他不是怎樣 他是直接去路上 就給他收錢耶 他是車手頭耶 那你自己怎麼說 好 吳思雄就說呢 比起徐曉星的側眼 余天的行為 社會是如此公平公斷 然後呢 黃杰也說 不會讓余天切割 余說 該關就關 跟徐曉星不一樣 可是 這有什麼不一樣 這都是你的姻親啊 這都是你的家人啊 但是 徐曉星自己就說了嘛 我也相信余天不知情啊 也是清白的 但是呢 徐曉星他恐怕是覺得 有點委屈啊 一樣都是家人 一樣都是姻心涉案 可是呢 那個時候 蒲天蓋地的來打他 問題是現在來講 是不是有一點點 雙標的情況 黃杰你怎麼看 因為余天余大哥 他現在目前這個 涉嫌詐騙當這個 就是所謂車手頭 車手還有頭 是誰 是女婿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嘛 過年宅房 會受到的人 就是親人啊 徐曉星那個是誰 那個是他 老公的姊姊的先生嘛 那過人會不會遇到 也會 所以這就叫親屬啦 這個大家沒有什麼好講的 只是余天現在沒有錯 他已經沒有公職身份 他本來還要選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所以要退選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這個我們不知道嘛 就出現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話講回來 就是說余天跟徐曉星都不需要為 不是他們本人意志 但是是親人 但也做了違法 詐騙襲進的事情負責 他們不需要 可是因為他們是公眾人物 所以大家就會檢視 但第二個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臺灣的詐騙還真多啊 動不動就是以前講說怎麼 招牌一打下來就會打到碩士 打到博士 表示很多嘛 那你今天這些公眾人物的親人 都做這件事情 第三 你是公眾人物余天還是我們 臺灣這麼有名的歌手 余大哥這個在政壇跟在演藝圈 都是有份量的人 結果你的女婿還要去做 詐騙的車手 那臺灣現在是什麼問題 第一個 詐騙都罰太親啦 簡單講這樣子啦 臺灣的詐騙罰太親 所以敢詐騙或是跑去 國外詐騙以後或是回來的一堆 那有時候都輕判 所以呢就挺而走險 但問題是詐騙已經造成 臺灣民眾的痛苦了 所以這個事情是這樣 檢視的標準要一致 當時怎麼樣 所以我就跟你講 不上車都不會翻車 你今天當時怎麼講 許曉欣的家人 不是許曉欣本人嗎 那今天這是余天本人嗎 也不是 但是你當時覺得說 因為不是許曉欣本人 可是跟你有關係 是親屬會碰到面的人 你就用這麼強的強度 去罵許曉欣的人 先倒回來看 那余天余大哥 是民進黨的 之前的立委 是本來要選今年的這個 新北市黨部主委的人 那是不是用一樣的強度去連 不用連啦 藍綠白都一樣 詐騙就是違法 只要不是公眾人物本人 那都用一樣的標準 是他的親屬 而不是他 他如果有幫忙 不行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跟當事人無關 是 宇軒你怎麼看 那余天他本身 坦白講我不覺得 這是一個社會事件或娛樂事件 因為余天前一陣子才有選舉嘛 所以他是政治人物嘛 所以政治人物我們這個 按照現在這些民進黨的立委講 本來就要高標準檢視嘛 他居然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你的女婿會比較親 還是呢 你老公的姐姐的老公會比較親 女婿比較親 當然女婿比較親嘛 所以那好 那我就按照這個標準 我們來檢視余天嘛 我按照吳思瑤 我按照黃傑 我按照他們兩個的標準 來去檢視余天嘛 那請問一下 余天 在他的女婿被抓到的時候 他身上帶了什麼 人霸凡 特助的名片嘛 你是特助嘛 那你跟余天一定有關係嘛 他一定有幫你打選舉嘛 他一定有幫你工作嘛 我們就按照同樣的標準嘛 那請問一下余天要不要道歉 要不要負責 你是不是跟詐騙情論有關 你的女婿是不是你指使了 我按照他們的邏輯來去質疑啊 他們不是這樣質疑屈小新嗎 他們就拿這種標準去質疑啊 對不對 再來我們講喔 他的女婿 你如果說陸陸續續的 包括他起訴的 你說兩百萬也好啦 他的姻親的關係 因為余天現在出來講嘛 說太可惡了 這家伙很可惡 他說對他要做什麼事情 說要重判嘛 該關多久關多久 那不好意思 徐曉欣有沒有講過同樣的話 有啊 徐曉欣有講過同樣的話 那請問他有用嗎 沒有用啊 你們一樣質疑他 對不對 更何況他跟此案 根本就完全沒有關聯性 所以你從這些層次來看 你這反而都不容嘛 那我現在講一個一個講 吳思雅說徐遮掩 請問一下徐對於詐騙集團 對於他的丈夫的姐姐 對於他丈夫姐姐的老公 有沒有遮掩 他有沒有遮掩過半次 所以我們不要偷換概念 徐遮掩說你沒有我的事情 不要來燒到我身上 我跟詐騙集團沒有關 你不要算到我身上 然後呢對他們來講 判越重越好 這時候民進黨講說什麼 說你切割啦 你好沒人性喔 你怎麼可以這樣斷臉 余天講就好有人性 就沒關係 那請問一下民進黨 有任何人把這個東西 怪到余天身上嗎 國民黨有任何人把這件事情 怪到余天身上嗎 有說余天有涉案嗎 所以余天有金錢往來嗎 余天應該要被抓去關嗎 他們現在是講到說 許曉星應該被抓去關 這比照他的邏輯嘛 你要啊黃姐 不會和余天切割 余說該關許曉星不一樣 不一樣在哪裡 的確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國民黨 沒有拿這個標準 在野黨沒有拿這個標準 社會沒有拿這個標準 去要求余天 而你們拿這個標準 去要求許曉星嘛 所以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啊 否則你如果真的要這樣照算 我坦白講 余天有沒有資助過 這男的金錢 你怎麼知道沒有 我跟你保證一定有好不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底下兩個孫子 他一定會去照顧那個孫子 重點不是那個男的 他一定會去照顧那個孫子 但那個孫子 除非說他們自己親自 把他接來照顧 但是顯然沒有喔 因為為什麼 他說案發之後 余天急急忙忙的 把這兩個小孩給接回來 一個多月沒有看到他們而已 對嘛 所以我就問嘛 金孫呢 余天會完全放 放這些孫子都外國嗎 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嘛 所以他只要有照顧這個孫子 他一定會有金錢上的往來 是 所以按照他們對付許曉星的邏輯 不好意思 那你余天跟詐騙之中 有金錢往來 那我最後再講一個嘛 許曉星那個叫什麼洗錢 那個叫下游 沒有涉及到直接詐騙 車手這個是直接是詐騙 這是去收錢的 而且兩百萬在你包包裡 對 收錢 所以這個更嚴重 所以余天涉案更有可能性 各位我剛才以上所講的 都是按照民進黨立委的邏輯 我本人並不認為余天有問題 所以各位 我跟你講最大的問題 不是在於余天 也不是在於許曉星 而是這些見烈欣喜 都已經打到殺紅眼 然後正式不幹 每天針對自己的同事 在忙著監督這些 亂七八糟的民進黨立委 拜託一下你們好不好 做正式 現在的執政黨 不叫做國民黨 叫做民進黨 楊明 其實余大哥現在七十多歲了 那去年沒有被提名不分區 那今年想要選這個新北市黨部主委 踩煞車最後決定退選 結果又爆發這樣的事情 我只能說 以一位這個演藝圈 又是政壇的前輩來講 這個親和以堪 但是呢 其實你要知道 當初余苑吉跟這位叫陳建 就是他的老公結婚的時候 誰證婚 蔡總統 蔡總統在他們的婚禮上說 他說 法律都要總統公佈才生效 所以他說我在這邊正式宣佈 你們成為合法夫妻 這是蔡總統親自幫他們證婚 在原山飯店 而婚後其實你要知道 為什麼余大哥今天講話講這麼重 為什麼會罵他的女婿 罵到這種程度 一般來講 再怎麼樣是家人 那我聽到一個訊息是這樣 其實余苑吉嫁到這個陳家去 陳家人對他沒有那麼好 所以余天是很疼女兒的 所以余大哥對他的兩個外孫 雖然是叫外孫 其實是把他事如擠出 所以當時余苑吉後來他在最後 他在生病的治療的那個過程裡面 余大哥還去幫他找房子 希望他從娘家那個叫親家搬出來 搬回來 余大哥還做了這件事情 為什麼 因為他捨不得他的女兒 在陳家沒有受到像女兒那樣的待遇 所以今天為什麼他對女婿這麼生氣 其愛有志 那我必須講這個事情 政治工坊歸政治工坊 那還是要回到冷靜 今天陳建他是這個詐騙女團車手 絕對應該要依法 該怎麼罰就怎麼罰 但是當民進黨你們要不要思考一下 在亂打一通 這種所謂的政治工坊裡面 現在這個回力標 往民進黨身上打的時候 你叫余大哥情何以堪 好建民 今天更震撼的一個消息是余天的女婿 鏡頭前這麼顧家愛家的這個女婿 太太過世之後 你說你要娶那個孩子 結果呢 你變成了詐騙集團的車手頭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這是什麼樣的一份工作 他的涉入有多深啊 君先生哥我告訴你 他會成為車手頭 其實他一定不是一開始就接觸 因爲什麼 他們在做這種炸的有沒有 或者是水房 或者是虛擬貨幣 或者是會水 他們一定會分成好幾個 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第四線 每一線都有每個人要做的事情 那他車手頭就是最後一線 那為什麼我會說 他一定不是一開始 不是剛接觸這個車手頭 因為車手頭擔任的角色非常重要 通常我知道啦 車手頭通常要幹嘛 他要去收集車子 什麼叫做車子 車子就是他們講的專業術語 就是存折 他們他要去收集 要去跟人家買人頭帳戶回來以後 那這些人頭帳戶要 就是要來洗錢 要把一些不法的所得 打到車子打到存折裡面嘛 那他還要再擔任什麼事情呢 他還要再handle這些車手 因為這些車手很重要 這些不法所得 打到帳戶裡面以後 他要安排這些車手 你要去台灣銀行 領錢出來 你要去Saven提款機 領多少錢出來 他要顧好這些車手 那領錢領回來以後 他要顧著他們 會不會跑掉 甚至還要叫人 叫年輕人盯著他們這些 你不能讓他拿去虎跑了 對 因為有的車手有沒有 看到錢也就是Kilo 錢趴下去就跑了 所以車手頭擔任的角色 其實也非常不簡單 那你說擔任這個車手頭 他在裡面知道的事情多不多 基本上第一線 第二線 第三線 或者是整個公司的營運的運作 基本上他應該略之八九 對 所以要當到車手頭有沒有 其實他在裡面 在做這個事情 應該是做了非常久 應該是 絕對不是無辜的小白兔了 對 他絕對不是無辜的第三者 又或者是人家介紹他 你來做一個車手頭 你做一個人頭 你來做一個錢 絕對不是這樣 民進黨批黑金 結果民進黨立委蔡逸於成立了 賴蕭魚 農魚後援會 不只跟雨刷同臺 連後援會的地址 都跟雨刷同一個地方 雨刷是誰 雨刷是當年這個職棒牽賭案 涉入的主嫌納 而另外余天效應又是什麼呢 余天沒有列入不分區 一度消極浮選 沒想到民進黨內還有更多的余天們 他們怎麼了 他們明明地頭蛇 卻冷眼旁觀這些激戰區 雨刷告訴我們 綠營現在傳出 評估可能會被翻盤過去的激戰 去多達17席 有這麼樣的吃緊嗎 雖然說現在 台灣有藍綠白三種顏色 感覺有點問亂 但是事實上呢 其中有一個政黨最大 都不是這三黨 叫做討厭民進黨 所以各位你從這個民調當中 你就可以看到 一度之類的最新民調 2024年我絕對不會投給誰 跟我們過去的預測一樣嘛 賴蕭有40.5% 而侯康以及柯營看起來叫做46.9% 但事實上 這是我們過去大家講的 加上未表態的民眾 是高達六成的民意 並不希望民進黨繼續執政 但不希望繼續執政總得也有個明目嘛 從一件事情大家要喚起大家的記憶 過去大家講 2020年為什麼民進黨大敗黑金的問題 說不清88槍 台北還有88會館 南北88串連 那如今 這個印象又回來了 誰 蔡逸宇 這個賴蕭聯合後援會 結果呢 設在哪裡 設在宇刷 所以宇刷宇刷什麼 是個車子汽車工廠 不是 就是過去職棒遷毒案 最為有名的宇刷 這是他的江湖人稱啊 服務處裡面 結果大家看到這個畫面 來 宇刷在這邊 蔡逸宇在這邊 兩個人體型還有點像 畫起來像一個愛心 結果兩個人在做什麼 共同的並肩上香 就是各位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所以你在講嘛 你民進黨到底 跟黑道 跟黑金 跟職棒遷毒 大家最有厭惡的距離在哪裡 還是說根本零距離 結果對此蔡逸宇講 沒有啦 沒有啦 跟賴清德小米金無關 這我們自己民間自發籌措的 所以你說要黑 黑我一個叫 你身上很黑 跟賴消沒關係 偏偏這個東西就叫什麼 賴消聯合後援會嘛 好 我們現在看到了 今天嘴巴喊反黑金 結果做的是 讓人家質疑 你根本是黑金站在一起 這些民眾看在眼裡 會怎麼樣 選情一步一步看下去 再來我們看到的是 新北整個競選的土地公 就是余天 余天現在講出了一句話 余天說 民調在誤差範圍之內 是一個真心話大冒險 不小心講出了真相嗎 到底小鸡們 在全台綠營的選情 有多激戰 現在可以知道 是說總統大選 因為現在還這個曖昧不明嘛 到底沙喀都算話很混亂 但有一件事情 大家絕對敢講 絕對確認 也就是民進黨的立委選情 全台灣非常的告急 非常的堪憂 而且絕對不會如同現在的席次 可能會大幅度為多實行嘛 余天有沒有資格講這個話 當然有 因為大家看到說 賴信仁那時候還在政見外面上說 誒 花了三四分鐘的時間 我們大家玩這個拼圖 很高興把手舉高高 對 還在那邊講 結果余天也在這個現場對不對 直接 讓他漏氣 說什麼 現在的民調 在誤差範圍之內 你說余軒余天懂什麼 他當然懂 我就講了三重 民進黨要選的立委是誰 李昆成 李昆成現在狀況 對上蔡明堂有沒有告急 告急啊 所以連民進黨高層都在講了 的確有可能被拉近 他在講是什麼 總統大選 我剛才講完三重 現在大家看過 全台灣民進黨的選情嘛 十二加五立委激戰 民進黨現在六三型 扣下去還得了啊 可能五支期都有困難 來 台北市高嘉瑜 這個叫做必敗無以 基本上因為無懸念 無心態 很強 許淑華呢 都在律上徐曉欽 這個也不用談 新北市我們講無爭 他對上張志倫 當然講說 真的嗎 現在民進黨不是說 有拼拼嗎 我跟各位報告 差距還蠻遠的 再來賴品瑜 這個也是大家公認說 對上廖先祥 應該是非常有可能會落選的 而桃園 黃世傑 鄭運鵬 林靜穎 莊敬成 李柏毅 黃潔等人 這些名單 我們只舉了十個 而這十個 過去都是民進黨的優勢區 如今優勢 蕩然無存 所以今天余天在新北 他就是一個晴雨表 是整個綠營小雞選情緊繃的晴雨表 為什麼這麼講 如果一個余天便罷了 現在民進黨內 你把它放眼望去 有多少余天們 明明是當地的土地公 現在卻放任激戰區 就是冷處理 當初江永昌這個人是誰 他就是原本應該是要選 吳征這個選區的嘛 但是他沒選嘛 沒選之後自然是要表他的心意嘛 就是說他不願意對於現在的民進黨內部 有產生分歧的概念 等於是有點逼宮的味道 所以如今大家講 吳征來 拜託一下 我的地盤耶 對不對 我不選 那你又不是我的人 誰要幫你啊 當然啦 你看他講得很曖昧喔 他說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大家質疑說 你為什麼都沒有跟吳征同台 他說 有啦有啦 我缺席都有報備 這一句話的意思 在證明一件事情 我真的很不想來 但是我都有講 白話文就是這樣子嘛 但你反觀是誰 因為吳征的特殊點在於說 他是在野民主大聯盟 最後一個所幸存的遺孤嘛 因為大部分都陣亡了嘛 所以賴清德有沒有去 有 蔡英文有沒有去 有 大家拚命去 但我剛才講的是 現在跟張志倫有沒有追趕差距 還是有差距嘛 那你說除了說 江永昌這個之外 別的地方也有啊 對不對 黃世堅嘛 對不對 當初黃世堅是什麼狀況啊 何志偉明明是連任立委 突然出現說連任的人 沒有辦法再選 還有黨內初選 這種奇景 這個就是民進黨內部派系 裂痕的原因嘛 所以你看 何志偉講了 該努力的地方 我都有在努力 但你有沒有幫 王世堅努力 不知道啊 我倒是常常看到 何志偉上節目的 然後他除此之外 賴清德也有嚇到說 兩個任務 這什麼意思 他說22個縣市 817個路口站起來 線上串聯 舉標語 事實上不只這個 先講還有傳出賴清德 要求地方的議員 要達到自己的KPI 因為你要確保立委 其實當選嘛 其實這些動作 都一再的凸顯一件事情 民進黨總統選情好不好 對啦 你現在是第一名 亮哥就出來講 但立委選情真的很糟糕 立委選情真的很不好 而且賴清德根本不知道 該怎麼幫立委加分 只會舉著牌子 叫人家提拔罰戰 所以現在就講了喔 蔡英文在選前職業會到哪裡去 很有可能喔 會到高雄去 為什麼 因為過去大家講 北票難補決戰中台灣 但如今南部 包括屏東 包括高雄等地 都傳出警報 能不能這都如同過去預期 把他們當作西瓜一塊 現在恐怕都要打上很大的溫號 好 董哥我們看到了 綠營小雞選情看來 還滿超回答的 那賴主席可以怎麼來拉 可以怎麼來救呢 我看他自身難保了 大家可以看喔 因為這些人出來的態度 其實都表示你 賴主席現在沒有用了嘛 大家看喔 賴清德 處心基地要選 他那時候 要黨主席的時候 他要求 下金令狀 兩件事情 第一個 七連九合一 為什麼會輸 因為論文抄襲 好 論文抄襲 去問了何柏文吧 何柏文今天被淡江大學 把他撤銷耶 對不對 他的壽司論文 他是新 新北市的主委 現在還代表在淡水那邊 選立委 賴清德那時候要怎麼樣 所有公職黨職 通通給我簽協結書 結果你這個地方的感 全國最大的那個新北市 對 那他要選到底啊 他當然選到底啊 你知道今天何柏文的回應是什麼 他的回應是說 他提供給選委會的 那一個公報到紀錄當中 他沒有列這份學歷 他沒有練淡江的這一個碩士 所以這件事情 這個有抄襲的問題 撤銷了這個論文 跟他所申報的內容 沒有不實的地方 所以可見 可見的何柏文可能事前就心虛了 所以他在提報的時候 就沒有提報這一部分的學歷 是 那大家看 賴清德那時候就認為說 氣人輸在論文嘛 論文你看這麼多莊 為什麼 對不對 為什麼基隆好好的 蔡世英不顯 因為博士論文抄襲 台北大學的 所以他也退下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賴清德第二件事情是什麼 黑金 所以要求立法院民進黨購辦 馬上給我訂出一個黑金條款 結果黑金條款 蔡依儀旁邊站那是誰 乙摔 我們過去跟鳳馨在李陶節目 我們講中華職棒簽囑2009年 我記得非常清楚 大家非常憤怒你知道嗎 台灣好不容易職棒起來了 職棒的這個階段對不對 那時候打得非常精彩 結果你看有多少 一些高手都通通的涉案 大家記得山江克陳志遠 就是這個案子 蔡峰安也是下來 然後最有名的張志佳 也就是乙摔這個案子 這些人通通因此都離開了 因為他們被黑道要挾 或者會立意守那個 然後晚上還記得喝花酒 你知道就是乙摔 現在跟蔡依儀站在一塊 蔡依儀說我們這個後援會不相關 怎麼會不相關 白紙黑字 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了 賴清德 他現在他自己所要求的 所強調的那些東西 現在根本通通出現了 今天喔其實 宜天講的最真實啦 現在民調這麼接近 你去大力浮險林靜縣 林靜縣的對手是國運黨的王家鎮 王家鎮已經被撤銷資格了 根本林靜縣躺著選都選得上 你還去幫忙林靜縣 你在幫他選什麼 選下一屆的台南市長嘛 你們新潮流怎麼這麼自私 鳳馨 我們一路看到了全台 綠營小機好幾波 好幾把火在燒 剛剛插錯那把火 何博文的這個學歷被淡江撤銷 這一把火會怎麼樣燒向 整個新北的立委選情 會不會燒到全新北 我覺得我還很難講 但是至少對於何博文的選情 一定會是重擊 因為去年是因為論文的事件 所以民進黨的九合一選了 選輸了 所以這件事情讓不是只有 這個藍營的人記得 其實綠營的人自己心裡頭也知道 所以何博文當時在提報的時候 他那個投機取巧 你就看出來他的心虛 不過我們現在講全台灣的 綠營的選情 在立法委員這個部分 為什麼這麼糟 我們仔細去思考一下 就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 因為四年前大營理論上 他們經過四年的耕耘 是不是應該要扎耕更 更加的這個深耕 那為什麼會反而 在這一次你看到 國民黨其實看起來 在立法委員選情的部分 反而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然後綠營很多地方都告急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考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在過去這四年 我們看到民進黨 強力通過了多少 讓民眾覺得 沒有辦法接受的法案 比如說萊豬說過就要過 就所有的這一些 比如說疫苗的事情 就你看到所有違反民意的事情 立法院民進黨的這一些成員 都是投票部隊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民眾 對於立法委員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沒有為我們 看緊我們的權益這件事情 有很強烈的反撲 那這件事情不純粹是北台灣 經過去年的九合一選舉之後 大部分是由國民黨這邊獲勝 其實甚至於往南 蔓延這件事情 我覺得跟他們 作為投票部隊 傷到了自己是有關係的 好 綠燈現在我們看到了 綠營的小機選情 真的有這麼告急嗎 我們本來說10席 15席 現在變成17席 可能淪為激戰區 沒注意就翻盤了 你怎麼看 激戰區確實很多 但你要講說17席 全部都會掉 我倒不認為 可是什麼叫做激戰區 就是輸贏在一萬票以內 在五千票以內 在三千票以內 那誰知道 那我先跟觀眾朋友講 我這樣講就完全能懂了 現在看起來 侯友宜是緊咬著賴清德 對不對 那如果最後是賴清德 當選總統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還有新北市立委 還要掉 你就知道這有多嚴峻 侯友宜沒贏 賴清德贏 都可能立委會掉的 我先給大家聽 好不好 因為現在目前在新北市 十二個選區當中 是三比九 三席的洪夢凱 樓民才跟林德福 三席的國民黨的立委 另外九席都是民進黨 即使是民進黨 賴清德 如果就算選贏總統 民進黨可能輸的立委 有三區 新北八 新北十 新北十二 好不好 直接點給你聽 新北八是中和 中和現在立委是誰 江永昌 江永昌都棄選了 俊翔哥 所以他現在來的是吳征 吳征是我好朋友 但是吳征他從台北的 松信議員選過去 年輕票一定有 可是吳征他面對兩個對手 一個是邱成遠 民眾黨 那現在柯文在選 藍白又分手了 民眾黨支持者 是非常鐵的 所以他們投給邱成遠 另外張志倫 張慶聰的兒子 半分鐘等等 結果我上次有一次 訪問他都發現說 他是會計師 雙會計師 而且在地方還有經營 他還有服務 四年前就跟崇峰 有初選過以後 還列不分區 他不是說突然空降說 我爸爸是誰 我媽是陳錦定 就要贏了 不是 每天五點去公園 然後去那邊掃街 所以他其實是有實力的 所以有個就是賴品瑜 賴品瑜上次 李永平零兩千多票 這四年是賴品瑜當立委 沒有問題 但問題是這一區 本來就是藍綠 可以說是五三對四七四八 有點藍大於綠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廖先祥 廖先祥本來我也不認識 他現在是面前 國民黨新北市議會的書記長 所以他在裡面是個幹部 他幾天都在議會跑 他講說你不去跑選區啊 他的那個 爸爸的老房子的事情 處理掉之後 那個我覺得也是有扣分 他處理得很快 那現在跟賴品瑜 兩個PK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小贏的狀態 所以你不要講說余天出不出來 現在余天是顧三重 因為如果三重都輸的話 民進黨就真的幾乎都要全輸了 三重跟盧州 這兩個是最穩的 可是我剛剛講的 新北八 新北十 新北十二 包含了中和 土城 跟汐子 民進黨都有可能輸 博弈 你怎麼看 先講何博文議員的論文 他的論文是2003年 在淡江拿到的法學碩士論文 雖然何博文他說他現在 不會登錄他這個 碩士論文的這個學歷 但請問一下 他2014年 2018年 選新北十四議員的時候 有沒有登錄過這篇論文呢 表示那個時候 他就認為他是碩士 這回發現有問題了 趕快拿下來 這種說法 我老實說 除了騙民眾安慰自己之外 一點幫助都沒有 代表了他本身就是有 學術的瑕疵嘛 這種人來選立法委員 民眾會接受嗎 我相信明年會有答案 但今年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覺得總統大選的狀況 跟以往非常不一樣 以往至少對於藍營的態度都是 我們北部要多贏 南部要少輸 決戰中台灣 但今年沒有喔 今天對於藍營的態度是 決戰全台灣 全台灣我都跟你拼了 不只北部要大贏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 我們要拿回去 以前我們所失去的 南部我們更是要突破困境 尤其像是南投蔡培會 我們之前輸掉了 我們拿回來 還有左營男子 南博裔啊 左營男子 北博裔 我是北博裔對不對 左營男子 南博裔 我們要拿回來 對 還有這個古山岩城的黃茄等等 這些對於民進黨候選人 是感覺起來沒有像之前 這麼的有利了 明年的1月12號選前之夜 蔡英文也感受到危機了 所以他說他在選前之夜 很有可能會待在高雄 為了什麼 就是要鞏固民黨的基本盤 不要破盤嘛 就代表了這幾年來 連賴清德 不管是蔡英文 他們的所作所為 都讓人民感到非常失望 不滿以及憤怒 今天節目一路看下來 我們看到了賴清德陷入了 萬里老家違建的爭議 怎麼辦呢 已經50天神隱沒出來的余天 終於現身 一出來居然說出了石破天氣的話 那換作是我了 出給他拚拚的 齁 你出來幫倒忙嗎 但大家更關心的是余天大哥 你真的因為梅列入不分區 有自家要害嗎 你聽他怎麼說 最近這幾個月你來 我的心情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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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別說了 阿嬤 阿嬤過就過了 不分區的沒關係 我還有你們的事 這種小看事 是我自己的事 我們可以去露到 台中 自己的事小看事 台中是我們賴清德副總統的事 你看喔 今天他知道民進黨因為違建爭議 受入了非常大的一個拖累跟傷害 他要穩住新北 所以他決定出來耶 是 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是幫到忙 因為他說 阿嬤過了 別再說 現在根本沒人在講 是你自己講出來耶 你越說你不在意 其實代表你越在意 我們曉得呢 余天他身為新北市競選總部的主委 那自11月4號當時成立這競選總部 他亮過相 挺賴清德之後 五十天就神影不見了 那當然外面都傳說 是因為他沒有被列柱 這個不分區立委 所以心情不高興嘛 那但是他現在出來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玉卓的事就不說了 不過很多人就覺得 你越不說越說 就代表此地無銀三百兩 當然啦 我們還是要平衡一下 講余天他自己有說 他說不要因為自己的小事 你看他又說了 不要因為自己的小事誤大局 所以他就主動打電話 給賴副總統表示說 不好意思啦 阿嬤 如果你有贏把我排進去 所以我今天就來了 其實你站在余天的角度來想 他今天來還變成說 你還要拜託說 你能不能有空檔把我排進去 所以你看其實 你真的說兩人生的心結就沒了嗎 真的就開始這個冰凍解除了嗎 沒有喔 我告訴你這個場子進行到一半 現在又有亮點了 你知不知道 他身為競選總部的主委 趙道理是不是新莊這場子 他要從頭站到尾 沒有他講完他就走 你信嗎 他講完就走耶 賴清德後來上台 然後還要感謝余天 天歌不見人啊 好 那再來剛剛主持人講到那個 我覺得那真是真是 你是什麼天外飛來一比啊 我的媽媽 他竟然講說 如果是 我就會跟賴清德講說 那個萬里地堡 那個賴皮疙 趕快拆一拆啊 讓侯友去處理啊 大家現在都知道 賴清德的做法 就是冷處理 畢竟是他出生地 畢竟是他故鄉 所以他就先不拆 然後很多他的這樣的一個 幫他說話的人 也都會說 是不是大家也要站在人之常情 那是出生地 他們現在是用這樣的策略 可是你卻直接一刀劍指說 你就要站啊 你也要乾脆一點啊 你可不可以說 民進黨那些上上下下 要出來面對媒體 那個說法要一致好不好 現在就已經 今天一個小時 大家看到節目都快要到這裡了 你也知道 現在就是拉鄰居來墊背 拉鄰居一起來 打悲情訴求 希望能夠過這一關 你好歹你也echo這個主流 沒有 你直接說 如果你我就聽一聽 你現在是怎樣 賴清德當作是很拆散 賴皮不拆的人嗎 但你不去打出生地 你不去打這個萬里琴 你去打說你敢去聽聽 那結果郭正亮也很妙 郭正亮他的看法 我覺得也是蠻鞭蔽入理的 他說還有一個原因 你不要看 余天大哥會這樣子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覺得賴清德 或者民進黨中央 琵琶別爆 怎麼說呢 他就講 他不曉得為什麼 民進黨現在全國造勢 一直都是找余天 為什麼 因為余天他本身是會唱歌 所以他來助選 他又是三任立委 他又夠資深 有資歷有經驗 又有這個舞台魅力 可是你現在找王毅川 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王毅川你又把他列為 不分區第14名 然後每次來的時候 可能就是只會嘴個幾句 講到嘴 他就想到說 王毅川在昨天 昨天禮拜天的時候 他到屏東站台 他就講 他說 這個韓國瑜不是在凱道說我耍寶嗎 哎唷 拜託你韓國瑜自己是耍寶天王 然後說我王毅川是耍寶 啼笑皆非 所以他就叫民進黨的選民 要把王毅川送進立法院 讓他去幫韓國瑜酒策 從郭正亮到王毅川的這些對話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 不管今天王毅川 給外地的形象如何 但他畢句就是有聲量 他就是有不光率嘛 你是余天大哥 你會不會覺得 我是不是現在已經被黨中央給冷落 好 仁俊 我們看到了余天大哥 睽違50天 終於出現在造勢的場合 可是怪了兩件事 第一個 你出來記者一定會問你 賴皮聊的事 你怎麼會說 如果是我 我就把它拆掉了 你在叮賴清德 你在打槍賴清德嗎 第二 你好不容易現身 你應該跟賴主席 賴總統參選人 同台才對 為什麼這麼巧妙的 又錯開了 你出來的不甘不願嗎 其實余天在這一段時間 確實 遭受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 因為其實熟悉他的人 也都知道說 余天在這一次 其實不分區裡面 原先很多人認為說 看好他應該有機會 結果居然沒有排到他 他自己也不會圓 你看他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這一段時間 那些心情有喜有憂 對不對 喜的是因為做阿公 憂的呢 不開心的 鬱子的 別說了 可是看得出來 他確實針對不分區的 這件事情 我認為挺余天的人 其實也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你看他整個 這個不分區 把你選戰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浮選造勢場合裡面 余天都沒有出現 你知道余天對很多民進黨人來講 那叫做精神指標 因為他不只出錢出力 他每一場都還要唱歌造勢 你知道 所以這一次你知道 他為了這個出來這件事 他居然還講說 他後來是你想一想說 自己的這個事情想 還說他主動打電話 跟賴清德道歉 我講實話 以余天在民進黨內的輩分 要他這樣講 他真的是以大局為重 但問題就回來了 如果你今天是要說 真的力挺賴清德 理論上來講 你的頭口徑就跟民進黨 一致就好啦 賴清德那個房子 有歷史價值 可以幹嘛 可以繼續守護下去 不可以沒有人氣 可是呢 你就複製貼上回答 就是四平八穩 余天當然有講 他說選舉是不要選到這樣 他說人性也是要顧 但問題是他說 那如果是我 這就是大麻煩 我告訴你 所以呢 而且你知道余天其實要講完話之後 他就離開了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就是說 雖然余天出來 我認為他當然第一個 黨內給他很大的一個壓力 認為說你余天這麼多年 17年加入民進黨的這樣一個 政治的這樣一個資歷 如果到了現在賴清德 視之為非常重要的一戰 你余天都不出席 你有要扛復的那個壓力有多大 所以他雖然最後選擇出來 但你從他的話語之間 很多人會覺得說 你現在出來是 真的說心甘情緣嗎 還是你真的是破於無奈 那只好出來 三聲沒來的時候 來 余遠 這個時候余天大哥出來是幫忙 還是幫倒忙啊 他原本出來當然是為了幫忙 為什麼要請他出來 余天真的是出錢出力 他不只幫他們新北市 甚至我知道我這一屆的 台北市有幾位議員 也受余天的幫忙 代表說他的失利其實雙北都有 民進黨很多後輩都受他的幫助 所以這一次因為他的委屈 這些民進黨後輩也真的於心不忍 還是希望就是說 就要賴清德多尊重一下他 余天他的這個新北市 這三重的選區 余天老實講 他躺著選 大概也都有機會選得上 因為那地方綠道出之 那問題是他為什麼退 因為民進黨要所謂的 這個年輕的交棒 這個世代交替 那誰叫余天不選的 我猜不會是賴清德 因為那賴清德當時還沒掌權 可能還是蔡英文這些人 那問題是當賴清德掌權之後 原本可能說好說不分區 應該有余天的位置的 沒想到名單一公佈 哇余天不在上面 這也難怪嘛 他後來情緒就代表說 他對現在的掌權派 他不開心嘛 這他就不想出來嘛 好不然就出來之後 我也必須講余天大哥 這個也是這個鐵真正的漢子 很真性情 講的就是一般我們 自非公理兒的話嘛 就是違建 既然是違建 最好不想拆就把它拆一拆嘛 就給侯爺儀處理嘛 就是說 止血的事情做好嘛 老先生也是這樣子啊 假設賴清德在第一時間呢 就是說 你們國民黨政治破壞 新北市政治破壞我 我含著類把那個房子拆掉了 搞不好現在領先 可能又多了5% 到現在沒想到遲遲不猜 導致現在包含藍營的選民 包含中間的選民 都對賴清德不能理解啊 好今天我們給大家看到 又一個今天發生的一個記者會 背後挖出了一個什麼內幕 這是王鴻威爆出來的料 這個對於民進黨 對於賴清德整個競選團隊來講 又是一記重拳 我們要給大家來看到的是 來看看 居然傳出了選戰倒數19天 賴清德的團隊 居然把整個觸角伸進了名指名高 拿著我們納稅前在工作的 這一些公股行庫 信賴之友已經也站上了 所謂的攻擊發起線了嗎 那執政黨真的不能公器適用 好來 立委王輝爆料的是說 說竟然現在有個群組 叫做信賴金融 賴就是我們總統候選人賴清德的賴 那這金融群組裡頭是哪些成員啊 就是一些公股銀行的董事 董作經理分行經理或者總經理等等 那我問你 照道理你這個如果真要有這樣一個金融群組 那也是應該要討論跟金融相關的事吧 不是 王輝爆料說這個金融群組 目前是由賴清德全國競選總部的總督導 佐榮太作證 在裡頭呢 他會宣傳跟賴清德相關的選舉活動 這個群組就是應該要回歸到金融的本質 怎麼可以變成是政治化呢 然後他還繼續尖碼爆料 他說講到金融 他就想到錢合庫的董作 林柏玉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他不講還真沒人知道 說他當初在當中董作的時候 曾經找來一個大學剛畢業的學生 要應徵進來的 他就問他說我覺得你啊 政治理念跟我很像 你要不要去以前你們學校的校園 找一些學妹學弟啊 跟我們政治理念很像 一起組個群組 不是你現在是怎樣 你合庫得作金庫義徵人 你還要找人來組側役嗎 你這樣組網軍嗎 對啊 你到底是合庫還是你是民進黨的職員啊 你是民進黨員工我沒話講啊 所以最後想講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民進黨口有時候 就說自己是在反省 但我們選你出來 不是要你反省八年 是要你為民服務八年 你要是還在嘴巴說反省 卻明打著公器私用 你要人家怎麼把票投給你呢 崔敬妍難道洪威這麼一講 公股航庫領的是我們的名子名高耶 他們也加入了信賴公集發起了嗎 沒錯 現在國營的這些公股銀行裡面 居然有信賴勢力在 為什麼我們這樣子講 今天王衛委員爆料的這件事情 裡面喔 這個成立了一個群組有五十多位喔 而且王衛委員手上還有名單 裡面不發什麼 相關的這些公股銀行的董事長 董事行長還有經理 大家就覺得說哇 這些人看起來都是這些高層啊 為什麼會在這些群組裡面呢 今天昨天被問到這件事情 他還說喔這個是抹黑 他說這些人都是基層的 這個金融管理人員 我在想說哇 董事長也是基層的金融管理人員嗎 看起來顯然不是嘛 而且正巧呢 裡面還有好幾位是跟貸款相關的 這個分行主管 尤其是民進黨過去執政的時候 錢科總總利用國家機器服選 不禁讓人想要懷疑跟擔憂 他們會不會想要利用這些 中央也就是公股相關的這些銀行 來替他們進行輔選 而且還跟貸款部門有些相關喔 而且更不用講說 在王鴻輝爆料之後 有經理級的這些主管 馬上就急著要推出群組了 代表什麼 要推出群組了 代表熏虛嘛 所以這個很明確 民進黨看起來 又想要利用現在長有國家機器 來為賴清德在總統 他自認為最後一里路上 盡最後的努力 但是各位民眾 你們看得下去嗎 好 蔡委員我們看到了 神隱五十天的余天中余現身 他是新北的總舵手 總操盤手 你也知道沒在那五十天 他的現身 是幫賴清德解燃眉之急 還是幫到忙 余天今天講了公道話 他一現身講了就是說 賴清德的那個房子 猜猜比較貴氣 比較貴氣 敏南余醫師說 比較乾脆啦 你看 人家余天都懂得說 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賴清德怎麼會把這個違建問題 處理這個亂七八糟 其實大家在意的 不是違建本身 第一個是你的態度問題 你總該承認你違法吧 然後他第二個他搞什麼 要程序合法 哎呀都是你新北市政府不對啊 你怎麼沒有趕快幫他改變啊 讓他推來推去 不過剛才我們議員講對了 立法委員你在講什麼話 賴平你在講什麼話 你已經知道是非法 你還去找你的助理 去幫賴清德 然後去搞國安局的預算 然後來搞一個 什麼一個 國安的一個 一個註點 非常不好 給他印象非常不好 而且一用 用十個國安人員 你是在做什麼的 從台北到台南 有多少宗教寺廟 蓋在這個非都市區裡面 那有沒有建造 都沒有 什麼宮啊什麼廟 如果你今天這個可以合法 他們通通跑出來 他還有信徒耶 五十幾年都在這裡耶 不要說新北市很多 中南部更多啊 你怎麼辦他會想啊 我媽媽以前就在那邊煮飯啊 我想到我媽媽 我眼淚就掉啊 不是出著人家 出著人家 還有那個溫泉區 我媽媽以前在那邊洗衣服啊 對不對 幫人家洗衣服啊 溫泉文物館 就這麼成立了 對啊 所以我是覺得 法律這個東西啊 你就是做一個想要選一個總統的人 你要用最高規格的要求自己嘛 你不要求自己 像麻煩說看到你要求別人是什麼要求的 嚴格鎖法 南鐵東宇宣佈你非法 你就馬上得班 不是這樣幹的啊 你要作為老百姓的示範 人家今天不是怪你說你這個非法 是什麼價值多少 你感情多少 是你要做大家的模範嘛 你以為做礦工可以嗎 農舍 不是我吐槽你啊 我們老家 雲林的老家 你知道農舍多少嗎 稍微多蓋一點就拆 是什麼 什麼一千坪裡面只能蓋多少 再突出去就拆 你的眼睛也拆了 黃國昌也拆了 人家那個廖千祥 國民黨那個議員 現在選立委的妻子也拆了 為什麼 自我要求很高 那像社會大眾選民說 抱歉我無心之過 對不對 你現在連無心之過 這種話都講不出來 你硬拗啊 哪有那麼獨裁的 紅衛我們看到了 賴清德 除了身陷老家違建爭議 居然連我發佈的 新北競選總指揮余天 都可以聲音50天才出來 還被人家懷疑 不甘不願 到底民進黨是不是有多著急啊 余天呢 竟然呢 語重心長講了一件事情啊 他說啊 他說如果我是賴清德的話 我早就把他拆了 然後去給侯友宜處理 去給侯友宜難看 我真覺得 對 幫倒忙欸 對啊 就大家講說 如果是你的話 早就給他拆掉了 你這意思是說 賴清德不甘不脆 賴者不拆嗎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是不是賴清德現在的 整個的處理方式 連他們民進黨內部 事實上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爭議 跟質疑 所以余天的說法 恐怕也是直接去反映 很多民進黨內部的人 覺得賴清德 你處理這個賴皮聊 實在太過賴皮 拖拖拉拉影響選期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巨像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